我看再见爱人这个节目啊 就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性 因为我从那个节目里面那个卖卖那个身上 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我并不是贬低他或者怎么样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生活背景 就是成长经历什么的 就是跟我也不是特别一样 所以最终我们走上不同的路 有了不同的性格和认知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事情 一个片段就是他说 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富豪去追求 如果说是跟了一个富豪结婚的话 现在就过上那种可太太的生活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在 美化一条自己没有走过的路 而且就是跟别人去说这个事情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你不可能再年轻一次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往回看 往回看就是后悔的点 可能就跟我不太一样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结婚 所以我都没有想过 就是哎呀就是 我跟哪个哪个男的要是结婚就好了 我基本上我不想这个事情 特别是我现在已经都40多岁了 我是甚至不结婚的好处的 就如果说结婚对我真的有好处的话 我早晚上冲了对吧 人都是人没有那么厉害 都是很自私的 都是这个事情对自己好 那肯定就会做的 那我为什么现在在意大利生活呢 就是还是这块有什么东西 能让我舒服对吧 就是我不是说我要在这里 要什么监工立业啊 维护我们伟大祖国的利益什么的 这事用不上我啊 说那个假大风没意义 我是想说如果是我回头看的话 如果在朋友面前吹个牛逼 发个牢骚 我可能会说我要是刚来北京 2005年刚来北京的时候 哎呀你说要是借钱买个房多好啊 那我现在我是不是就不用工作了 就我现在就是那个时候 要多借点钱买两个 自己住一个 然后再租出去一个 那时候房价多便宜 我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就我也许啊 人家往回找的话 我可能会说这个事 就是卖卖她的那种perspective 跟我就是不一样嘛 就是她会说如果说 家的富豪会怎么样啊 当时自己也有很多人追求 但是你想想参加节目那两个女孩 一个黄胜衣 一个那个性格的那个小女孩 她俩长得多好看呢 黄胜衣还是女明星 你就对黄胜衣 她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富豪要追求她吗 肯定有 对不对 人家那时候多有知名度啊 就是在你在黄胜衣面前 说这个话 我觉得就不太合适 就不太合适 而且黄胜衣人家是真的 嫁了一个富豪 你别管说杨子 就是现在有多少钱 她有多少钱 说明她还没赔光呢 人家还是一个富豪 还比我们平头老百姓要强 对不对 那你看嫁了富豪 那么时间这样吗 不也跟你上一个节目 这个可能会有点问题吗 而且就是黄胜衣 杨子要离婚的话 更麻烦 杨子在 就是黄胜衣啊 她不是嫁给杨子 单个一个人 如果说就是做利益的切割的话 很麻烦 像麦麦跟李航亮 她们俩 如果说走到离婚那一步 那财产分割都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分不了太多 就跟杨子那种体谅来讲的话 就是会稍微容易点 但是每个人也不会分太多 所以麦麦这个 我觉得她的那个成长 可能就会停留在某个时间段了 可能就停留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 所以她的那个 整个对未来的这个幻想 可能也是停留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有很多富豪来追我呀 然后我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婚姻 因为她不是没有工作过嘛 她的工作就是做这个 李航亮的经纪人 但是做这个经纪人的角色 你觉得她有做的多好吗 我觉得她卷的这个方向 可能就不太对 她就不要卷那个 扩泰的那个方向了 因为你本身你没有加富豪 你加了一个小伙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不要去卷这个 你可以去卷 成为行业里面最好的经纪人 就你看看杨天真 我都想象不到杨天真会说出来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富豪来追我 我现在要结婚了 我就能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绝对不相信 杨天真能说出这种话来 对 包括我也说不出来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 就是体验过那种 就是家庭生活 我真的是觉得不结婚 真的太舒服了 太自由了 太好了 想干啥干啥 但是不结婚不代表说 不谈恋爱 没有性生活 甚至说不结婚 也不代表说 不能生人育女 你知道吗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分开了 所以我就看到妹妹 我就在想啊呀 我如果说想让自己 有那种成长性的话 我就不能 凡事我都往回倒 凡事我都往回想想 我当时买茅台好了 是不是 我当时那年 我是不是买比特币就好了 那时候一万块钱 一个的时候 我就应该买了 对不对 如果都往回着的话 让我后悔的事情 太多了 但是我不会说 为了我没嫁给哪个男人 而感到后悔 因为是这样 你想想 李航亮跟曼玉结婚 也是十多年 十多年以前的事情 对吧 中国这十多年 发生了巨变 就是大家可能现在 回头看可能不觉得什么 就一切都顺理成长发生了 但是有很多富豪 真的就是跌落神坦 你能不能过上 富太太的这个生活 还不一定呢 咱们都没办法 预测明年的事 何况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呢 所以曼玉的这个想法 让我觉得 他可能还是 比较理想主义吧 比较理想主义 是一种现行思维 而且就是 这种没发生的事情 你没法假设 那追你的那些富豪 真的愿意娶你吗 还是让你去当他的情人呢 你那时候才是一个小学生 对吧 又清纯 又好骗 所以 我不是说凡事 我都想往坏处想 但是这种情况 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觉得曼玉 他 他选底行 其实挺好的 人毕竟是一小伙 对不对 挺帅一小伙 还有才华 只要说市场 这么搁他的才华 他一定是能赚到钱的 即使说市场不认可了 他不是也有成名座代表座吗 不是也能收一点百权费吗 而且他俩 好像是不只有一个房子 对吧 所以他俩还是比咱普通人 要富有的 不是要是我的话 我真是小富极啊了 真是 就是 我真的觉得 就是他们俩那个婚姻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只不过就是 曼玉 他好像就是没有成长 包括上几季的那些嘉宾 就是一个人成长的 搜搜搜搜搜 特别快 然后一个人呢 留在原地 就不成长 那你说这两个人 已经差距这么大了 可能啊 就真的就要吃香火饭了 那人生就是一段旅程 有的人呢 就陪你走过这么一段 有的人是陪你走过大半城 你不可能全城都陪你走完 哎呀 很多好朋友也是 很多年都不联系 大家各忙各的 但不代表说就是没有感情 不是说没有回忆 夫妻之间呢 虽然我也没结过婚 但是不代表我没有 跟别人长期相处过 我是觉得 哎呀 就是 我真的希望慢慢能成长起来 但是 这种成长一定是分阶段的 还是有方法的 不是说现在你就要给他 推到职场上去上班 因为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呢 就是项目管理 组织管理的能力 还是比较差的 他可能在家里面 就忙活哑人的 这个餐食就行了 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呢 他在节目里面 是要安排好几个人的 这种行程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如果是真正成功创业 去运营一公司 或者说真正的去 负责过一个项目的人 他看到慢慢现在的 这种项目管理能力 然后组织管理能力的话 一定会觉得挺头疼的 对吧 就是所以他可能就是 如果在职场上 他可能还没有 就是达到一个职场牛马的一个条件 他说他想找一个 就是两三千的工作都够他活 我觉得 哎呀 能不能找到工作还不一定呢 就别说什么两三千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像我 这都找工作什么的 就是当人工人家找 我是投了一些简历 我会发现 怎么就是 大家就是打开简历 然后也没有跟我沟通的欲望呢 就是 这会让我觉得 那可能就我自立门户 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事情 一个必须必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工作机会是自己找的 钱是自己搞的 而不是说我靠一个人 他给我钱 然后 钱都为我管 然后我还想就是 让他给我买包 你说他哪有钱跟我买啊 就是不要啊 大家不要去 像一个人 去要他没有的东西 他本来他没钱 他让他给你买包 那你这不为难他吗 就是 所有节目组里的人 都会觉得 慢慢这个人比较拧吧 就是 我觉得他是对自己 自己的这个 管理 也出现了一些的问题 但是他不知道问题在哪 所以上了这个节目 如果说他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了 那就很好了 就是 我也觉得 就是 他如果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有步骤的让自己成长起来 跟得上李航亮的这个成长 跟得上这个 这个这个社会的发展 就比如他说什么 City Pop这个东西不流行 所以你就不要做 那 他 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判断准确吗 当然这个音乐圈的时候 我就不去评价了 就是也许人家 真的是 预测准确的 但是 有时候我在想 就是杨天真也是个经纪人 然后麦麦 他也是做自己老公的经纪人 如果是杨天真上这个节目的话 当然就是杨天真得有一个 要离婚的老公 我是说 就是同样 如果说带入经纪人这个角色的话 你会觉得 麦麦可能就 就稍微差一些 我觉得即使杨天真 他有 有 比如说家里面有 有三个孩子要照顾 他也一定 就是在事业上 也是风生水起的 就是不会说 被穿住了 被卡住了 然后做一些 不太准确的商业判断 或者说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凡事事无巨细 去给人家规划 然后 规划完了之后呢 发现自己规划还挺糊涂的 就是我觉得杨天真 如果说 作为一个经纪人 作为一个就上节目的嘉宾 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就能看出来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不同 但是我也没有说 我有多好 就是我现在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天花板 能力在哪 有的时候吧 就以前有人跟我算命说 就这辈子不缺钱 我说我能不能发财 你说 你就说能不能大富大贵 人家对方也不说话 我气功效了 我再不让人算命了 我就喜欢挺好的 但是现在我发现吧 就这能力 好像真没法大富大贵 可能就是真的信命了 真的信命了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 我的这个思考 是有价值的 尽管我觉得 自己真确实能力有限 但是也不代表说 我就没有成长的空间了 我还得努力 努力学英语 学意大利语 学法语 学西班牙语 因为对这个事情 是感兴趣的 这人感兴趣 咱就往这个最高的标准 去努努力 十年之后 再看我 十年之后 大家都来再看我 看看我能成长成一个 什么样子 希望我能活到 活到十年以后 这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好吧 今天分享就到这了 都是戴琳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